你们跟老人一起住是吧 对 跟我婆婆 跟公公婆婆一起住 对对对吧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先生说自己回家会做家务 会做什么 他做家务也得是我知识的 比如说那个老公啊 今天有点不舒服 你把碗刷刷吧 行 等一会儿吧 可能就是他九点下班吧 吃完了以后 九点十十九点半那样 可能会等到十点半 快睡觉的时候 他劈了啪啦一顿刷碗 吃完了以后厨房呢 可能还会造啪啪的 大部分的家务是您承担 还是婆婆承担 基本上都是我承担 如果他做家务的话 公公婆婆会有说法吗 我婆婆也会说 他那个儿子太懒了 但是不会指使他干活 也指使 指使他也是那样事的 就在那行 放那我整吧 可能他不整 过一会儿或者是我 或者是我婆婆他就整了 你们两个造成沟通问题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和父母一起生活 不是说他们 跟你们一起生活不好 只是说他们压缩了 你们沟通的空间 有的时候 夫妻之间是需要吵架的 但是由于长辈在 可能这股火就压下去了 压下去以后 这件事情并没有得到解决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当自己的父母 在现场的时候 不管老头老太太 有说些什么 但事实上 他是更多 不愿意看到自己那一方的孩子 干太多活的 可能他嘴上没有说 这也会造成 他的一些行动迟缓 也会造成 你指使他干活 让他承担家务的时候 一些很困难的地方 所以你们两个需要 扩展自己的沟通环境 第一 每天晚上要不要把门关起来 轻声地聊一下 我们这段时间的问题 要不要两个人 偶尔出去约个会 看场电影 吃个晚餐 有这样的时候吗 有孩子以后 很少 对 所以你们所有的 夫妻之间的沟通空间 被父母 被孩子 全部挤压掉了 以至于你们现在 不太擅长 和对方用彼此熟悉 或者能接受的方式 去沟通和解决 你们面临的所有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女方对于男方 所有的关于事业也好 工作也好 有过度的焦虑 以及过度的干涉 所谓的焦虑是 你现在一直在想象一些 它目前还没有 显现出来的 未来可能会发生的危险 第二 包括孩子那件事情 我们都觉得 孩子在家里 练练拳击挺好的呀 总比交到外面的教练 你有时候可能 更放心一些吧 但是你还是会焦虑 所以我觉得 作为女性 作为妻子 作为妈妈 有的时候 该放手的时候 要放手 为什么孩子 需要父亲胆 因为有父亲 参与教育过程的孩子 会更加地勇敢 也许你的女儿 在五岁的时候 已经不喜欢 荡秋千了 她可能更喜欢 跟爸爸在一起运动 一起向上 一起拥有 强健的体魄 所以我说你过度焦虑 并且过度干预 第三 男生要主动一点 主动地去承担一些家务 主动地去跟妻子做沟通 你比如说 她可能当着婆婆的面 有的时候 真是不好意思支持你 所以你要更加地 替她去分担 家庭当中的所有 我最讨厌的 就是男人跟我讲说 哎呀我白天上了一天的班了 晚上好累啊 我要放松一下 她白天没上一天的班吗 所以夫妻之间要相互理解 祝你们幸福 好谢谢作业老师